今天就來吃這個 特地跑來吃 寶寶推薦 我來體驗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樣的 咚咚咚 咚咚咚 我現在才發現這是可以改的 圖示 好可愛喔 這邊塞車了 塞車了 那是什麼啊 它就發亮這樣 很像那個麥克風 我們即將抵達目的地 以前都是坐客運來基隆 嗯 然後就會在那邊 車子會開到那邊去 那是郵輪停在那裡 嗯 對 對 都會停在那邊 然後一下車就會看到那個整個 有點臭的基隆海 很快就到了 我們要去這裡 嗯 看得到嗎 吃羊肉爐喔 寶寶推薦 我來體驗 有沒有停車位呢 有沒有停車位呢 好好好 棒棒 剛好邊邊就有 直接停進來 是時候展現真正的技術了 好 給你展現 完成 下車 走貼走貼上去 我們往那邊走了一點 太濃厚了 羊狗狗 今天就來吃這個 福建 蔬菜 羊豆 菇 特地跑來這樣吃 出租很快喔 我們移進來就馬上訂了 菜 乾 還有醬料 非常喜歡吃羊肉 這樣不小心就家了 好不好吃 我推薦你吃的 你推薦我吃 你推薦我吃 我推薦我家 嗯 你要直接放進去嗎 直接放進去就好了 然後 我慢一點點 很多錢 行 行 大家好 我是小廚師 今天我們來到這邊 是基隆的 它叫福祭蔬菜羊肉 福祭蔬菜羊肉鍋 它下基隆的交流道之後 大概400公里處 就領達到旁邊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 小茄子的頻道 這裡會有很多 好吃 好喝 好玩 好用的分享 如果你都有興趣的話 記得要訂閱小茄子的頻道喔 我包點的是 剝皮羊肉湯 然後還有加一份 剝皮羊肉 就是剝皮羊肉 再加一份 剝皮羊肉 然後這個是什麼 羊皮 喔羊皮 喔 那不就很多它的那個 嫩嫩的 熟的 然後杏鮑菇 凍豆腐 凍豆腐 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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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後也可以吧 感覺都可以先下 讓它慢慢煮 然後我們弄了一個飲料 我來裝飲料 我來裝飲料 我的工作就是 給它倒飲料喝 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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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就會招待 有 你來 我可以點東西才會招待 這個嗎 阿對我們還有點一個麵線 這是招待的 也太好了 怎麼會這麼好 還給你滷好嗎 餃皮非常的入味 而且它筋非常的軟 它這邊有很多白白的筋 都滷得非常的軟 然後會稍微黏牙齒 可是不會太熱 我覺得還蠻剛好的 當薄薄中麵線 來吃吃看它的麵線 它麵線比較粗的麵線 不曉得有沒有感覺出來 它麵線相對比較粗一點 麵線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不會過鹹 我覺得有一點麻油在裡面 麵線也不會太軟爛了 大概就這樣了 好 現在喝喝看它的湯 有很多選擇 我們今天是 撥皮 你是想吃過嗎 撥皮 今天我們吃的是 羊肉的湯 然後它還有很多通超選擇 蘑菇羊肉 番茄羊肉 蒜頭羊肉 這一些 然後剛才講的這幾個 都非常的好吃 我喜歡 各位吃羊肉爐最喜歡的 就是吃這個部位了 有皮有肉啊各位 有皮有肉啊各位 開心奮合 這 清透的皮 有皮 它每一塊都長這樣 沒有 這是帶皮羊肉 帶皮 都黑型 它還有蒜 如果喜歡吃帶皮羊肉 可以全部都是帶皮羊肉 它是熟的 然後好像有涼肉片 可以用蒜 一般羊肉 給你一點太多 然後就一些 骨 不要粗了 不要吃很厚 我叫我最快不要吃 我先放旁邊 讓它休息一下 這是骨 好香 這個湯 滾熱的速度非常的快 然後不用擔心你的湯燒光 服務人員都會幫你 就是關注你 隨時來幫你加湯 只要你有加湯的服務 你也可以跟服務人員說 所以你也有 這部分的湯 非常棒 很適合冬天 超讚 湯很適合煮這個菜心 很甜 然後很好吃 我覺得它的凍豆腐很棒 也很大一塊 這樣吃起來很棒 很燙 不小心 它凍豆好鮮嫩喔 好鮮嫩的凍豆 來我們選擇蓮盒 大家覺得它是脆的還是軟的嗎 我覺得應該是脆的 嗯 有脆有軟是紮實的 很好吃這個季節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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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剝皮 羊肉湯 應該要來吃個杯 來看看它的 剝皮是脆的 我猜應該是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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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煮得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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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已經浪到它裡面吃了 只剩下剝皮的皮感 那你很好吃 還是很好吃 還是很好吃 然後它這邊這個湯很厲害 不管你今天只有什麼 拆進去 馬上吸收那個湯汁的味道 就會變得很香很甜很好吃 很好融入的一家 羊肉湯店 剛才發現我又不小心穿了一樣的衣服 今天又是這個 oneboy的大學T路徑的 冬天很方便的衣服 我已經是第三塊冬豆腐了 我現在合理懷疑 它的冬豆腐 是用嫩豆腐去做的 超嫩 超好吃 這個湯汁 真的超級之爽 最後一個字爽 可以形容 然後有種嫩嫩的蛋香味 還是它是用雞蛋豆腐嗎 應該是嫩豆腐 應該是嫩豆腐 決定回家實驗看看 自己動 對自己動一下 看看到底是嫩豆腐還是雞蛋豆腐 那我第一次喝這個湯呢 我的感覺是 它的顏色是很清的 其實我懷念的是那種 顏色很深歐嚕嚕的湯 可是我覺得它的湯 雖然是清湯 可是它的味道非常的足夠 我被摸了 我們從七點半進來吃到現在 差不多九點鐘 我們全部吃乾淨啦 那這間店沒有很大喔 它算長方形的 大家來不用定位 有位子就是有位子 沒位子就是沒位子 就看你們的運氣啦 我們吃飽啦 我把我們這一餐這樣吃多少錢 一天六百多 一天六百多 因為我們點兩份那個 剝皮辣椒的關係 平均一個人 大概六七百多 就已經吃到撐了 嗯 真的好飽喔 我們家裡 我們兩份肉 嗯 我們還吃光光 對 我們不是一般的吃料 吃飽回家啦 嗯 各位觀眾我們就要回家啦 記得底下留言告訴我哪裡推薦好吃的羊肉乳喔 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拜拜 拜拜 還有忘了說 還要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如果覺得今天我分享的餐廳還不錯 你幫我按個喜歡 對 對 十八點 記得好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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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dam